这个绝就是他是活的 他不是麻木不仁 他不是死的 当他起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是至起作用 无所不能是得起作用 经题中手标无量寿者 以此三字同摄一经作数 该无量寿是发身常住之体 无量 寿呢是如如智之体 光是如如智之相 故经题标瘦得 光得了皆舍与众 瘦 是如如智之体 就是根本智 光呢是如如智之相 那就是根本智其作用 其作用叫厚得智 薄若经上佛数 薄若无知 无知是将根本智 无知是什么 是亲近平等觉 是自信 不起作用的时候 他是亲近平等觉 这个觉就是他是活的 他不是麻木不忍 他不是死的 当他起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是智其作用 无所不能是得其作用 下面还有一个 向其作用 向其作用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经题里面讲的 庄严 庄严是向好 向好 我们现在世间人讲的是什么 幸福 美满 圆满 圆满 这是无量寿的相 这种庄严 清净圆满的相 与我们世间所讲的 明文立扬 地位高 财富大 与这个不相远 那从哪个地方先出的幸福 圆满呢 他快乐无比 也就是说 他在生活里面的相远 他没有苦 历苦的路 你看今天 做大乱 тех40 Sag kit 做总统的 做过往的 他快不快乐 他快不快乐 發大财的 他快不快乐 他不快乐 他还有烦恼啊 他还有不如意 不如意四长八九 他也不例外 我们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才知道什么是真正幸福美满 能与前面一句话 是幸福美满 十二是习致 不亦愈活 那个月是 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喜悦 不是外面刺激 那是真的 外面刺激的在佛法里叫乐 叫快乐的乐 不叫做喜 佛法里面这个喜跟乐 是有分别的 喜是内心 内心里就往外面刺 这是叫喜悦 真乐 外面五余六成 那是刺激 那种乐 我早年讲经常常用吸毒 打把飞 来形成那个乐 那个乐好像乐一下的时候 后头后一阵 麻烦多 可不是真的 那是刺激 那真正喜乐的时候 是从内心往外放 佛家讲的 发喜充满 长生欢喜心 这是真正幸福啊 真正快乐啊 不受外面环境影响啊 释迦牟尼佛在世跟我们表演的 苦行僧 他实现这个样子 日中一时 树下一宿 所有的财产 三亿一波 三进亿一个波 那是他的财产 全部就这么多 那在我们看起来 这苦不堪言啊 这日子怎么能过啊 他是其乐无比 从什么地方显示出来了 从他教学 讲经教学 你看他多快乐 他精神多好 学不应 教不俊 我们在经节里面 没有看到是释迦牟尼佛 哪一天疲倦 累了 没看到过 教学讲经 还给人做好模样 示范给人看 永远不疲不疑 其乐无穷 这个才真正叫幸福美满的人生 以前方东伟先生告诉我的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 从哪里看 从释迦牟尼佛看 你看出了最高的享受 人家说 哦 这是精神上的享受啊 物质上就太贫乏了 错了 你完全不了解 物质什么 静随心转 那就得大自在了 那我们不行 我们迷了 迷了私心是什么 是心随进转 苦不堪言啊 我们受外面环境管 操纵啊 哪有落寿啊 人真能转境界了 那就真的落寿 写界了 真转境界 外面是什么境界 给主要说 外面就是极乐世界 所以中风禅寺讲的话 真的不是假的 死方即净土 净土即死方 不是 他境界给心转 学佛不是学佛 就得学这个本事 你是自信的 还在造卧业 他们甚至 现在这个收破 极苦的世界 真一学佛的人 真念佛的人 境界一转 现在地球是极乐世界 你所看的云云众生 各国都是佛 就像善财童子 五十三餐一样 看到这个社会上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全是善知识在实现 就好像在舞台上表演 你在下面看戏 表演有正面的 也有反面的 都演得好 把宇宙知己 性向离世因果 一天到晚 一年到头 没有终止 表演给你看 我们在地球 在地球下 西面里面 看戏 你说你都是在 我所说的话 都是真的 都不是假的 所以要学住佛菩萨 转境界 不为境界转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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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